三福天是一年之中最热的天气,而这时候肝很容易上火,这么炎热的天气也要做好养肝,较之的措施,以免肝脏的火气过大,体质率超标。 食物一,丝瓜丝瓜的又名为水瓜,它具有清热解度,化痰去干活的功效,它的全身都具有宝贵的医药价值,可以连带着皮一起煮了吃,有很大的养生养肝的作用。 食物二,冬瓜冬瓜有点微寒,但利尿消肿的效果不差,瓜皮具有清热止咳,消暑败货,减激养炎氧发的效果。 冬瓜拿来煮汤的味道极其鲜美,是夏天最受欢迎的瓜类,简直的人们最是喜爱。 食物三,南瓜南瓜具有消除身体里的致癌物,一只猪突变激饮,南瓜能有效的净除体内的重金属, 帮助肝脏排毒,养肝脏,将肝脏细胞再生,南瓜热量偏低,很有饱腹感,可以代替乳食,多吃南瓜粥能让你控制住体重磨。 食物四,西瓜西瓜能清热解暑,利尿降压,西瓜中的维生素,带白霉等物质,能起到养肝,加速价值的作用。 所以西瓜是夏天首选护肝水果,不过西瓜中的糖分也不少,每次食用的量也不要过大,大概每次再一到两片的量即可。 关注全球健身号获取一周数次金,新手健身计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